你干嘛 装酷啊 我今天才丢了几十万 你这什么态度 我要举报黄文帝顶私 收黑钱 有人举报你家里藏有一千万 就凭这一千万 我们可以引用 防止贿赂条例里 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 来控告你 麻烦你解讯一下 这笔钱的来源 这就叫政绩啊 我说是合成照片呢 你们真走运 如果你们跟着我 保证你们十年不能升职 我说的 这两张照片 和举报人拍的照片 是在同一个网站 有什么问题 我去健身 袋子里装了什么 这么重这么晚 我很怕脏的 每次去那里 我都自己戴内衣 内裤 毛巾 洗发液 护发素 沐浴乳 我们问过健身房的职员 他们说你那天没健身 你拿了袋子就走了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不去洗澡啊 我们有证人 他看到你拿着一千万回家 你的那个证人可不可信呢 我觉得不可信 我现在跟他办离婚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钱怎么走我很清楚 前第一天从香港 去迪拜到塞浦路斯 经瑞士伦敦纽约 再去新西兰经日本回香港 我光说都要半分钟 但这钱 从地球上走一圈 只需要八秒 更差十年都查不出来 现在二十一世纪了 没人用现金来行贿了 冻冻脑子 我们查到黄景思平时喜欢赌几巴 你还经常去澳门 我每次去澳门 都有跟我上次申请的 我们查过你经常去的那个赌场 那天你那么巧 分了一千万几点的户头里面 证据呢 有没有赌场入账记录 你知不知道所有赌场 要在澳门或者海外注册呢 根据私隐条例 你们没有权利要求人家 交出客户资料 明白吗 我一东西给你看看 帮你走 你到底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 吓唬人吗 执行任务就这样 我问过快捷楼的职员 罗德勇平时有部计算机笔记本 就是这一部 不过我们查过警方的政务单里面 没有这一部 为什么我和你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哪不这班人来跟我玩 你可以走了 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 我们会请你再回来 各位小 好吧 谢谢 可以不来就成功了